假如你中的是K桐花 且牌面上来看 基本上你只输一种可能 那就是A桐花 但对方连过两条街 在最后的时候 你打了三分之二底池 对方却在这时候下注满池 是你 你会棄牌吗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这手牌发生在Haswe Casino LNTT对上Handy的手牌 首先Hijack为ACL 加注到4000 按钮为LNTT 加注到2万 小盲为Handy 再加注到5万 回到Hijack为SEL AQ不同花 选择器牌 这里AQ器牌 可以说是非常的几率跟标准 没有留链丢入的4000 按钮为LNTT 选择跟注 形成按钮为 与小盲为的单条局 目前底池来到10万7千 693 两张方块 一张黑桃 基本上都不在双方的范围 小盲为Handy过牌 按钮为LNTT 也选择过牌 底池够大了 这边双方选择控制也很合理 转牌 来了一张方块7 现在双方都是在一张方块 就能听铜花的状况 筹码都还很深 站在Handy的视角 他最希望的是再来一张方块 那些58铜花 80铜花 督布在双方的范围 所以就不考虑 但现Handy现在也不好再开枪 这就是位置劣势的坏处 如果你打了被夹住回来 你会相当难受 因为你只有买花一条路可以走 如果你合牌没中 你转炸火 基本上也很难成功 所以这里也只能选择过牌控制 那站LNKTO也是在一张就能铜花 而且还会是方块A铜花 这边选择打或不打都可以 但高频率还是不打 一方面你也不确定 对方是否已经中了铜花 在慢打你 双方选择过牌 来到合牌 来了一张方块J AAT team中了NAT铜花 在比赛上是一定要打 不能平跟 那这边就是要打价值下注 打多少是Handy会买单的 18000 20000 25000 在经过一分钟后思考后 决定下注18000 底池来到34万7000 压力来到Handy 究竟LNKTO有没有可能偷呢 如果他要偷 会拿什么牌来偷 AK不同花 但不是方块A 啊嗨 小对子 两高张 但这些牌会过翻牌跟转牌吗 只能说Handy是相当的难受 在Handy长达148秒的思考 中间还试图跟LNKTO沟通 看能不能观察出什么讯息 但LNKTO并没有领会 最后决定跟 这把也让Handy损失了23万 如果是你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合牌跟转牌 试图打盖对手 还是KKO不同花 就不要这么积极地放手 今天就到这里 有任何想法 欢迎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